大家好,我是陈珍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学习JS OOP方面的东西 那么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就先学这几个东西 对象的一个总类,然后对象的创建 我们都知道在JS里面呢 有5个基本的数字类型 比如说哪5个呢? 一个是Undefined 然后空 还有Lumber 还有String 还有Bulling这种东西 那么除了这5个5大基本类型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类型就是对象类型 从整体上来看的话对象大致有三种 三类 第一个是JS语音 这个就是这个冰层语音本身内置的一些对象 比如说Lumber的宿主啊这些东西 那么还有一类对象呢 就是那个JS所润行的环境提供的 比方说它如果润行的浏览器的话呢 就会有Windows对象 Document的对象 就是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类型的话呢 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我们今天开始呢 就主力学习了一个JS自己 就是自己在JS里面创建对象 那么在JS里面创建对象的方式呢 有大致分的话应该有三种 我们要先学第一种 就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致命量的一个创建 什么叫做对象致命量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写单单的代码 首先你生命一个这样的B量 然后对象的名字 比方说O1 或者取一个Person 等于 然后整个对象是放在大括号里面的 然后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呢 给这个对象添加一些成员 那么我们都知道对象的成员的话呢 就是无非就是两种 一个是属性 一个就是方法 是不是 如果属性的创建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属性 给它取一个名字 当然这个名字 我们你你学过JS的话 你都知道有些包的话呢 这JS的那个名字的话 要有严格的要求 必须是引号把它引起来的 你这样写的话呢 在JS里面有可能反 有可能反训练化或者训练化的时候 就会报错 但是在创建对象的时候呢 你给这个名字的话 你不加入引号呢 是可以的 你加也行 不加也不报错 我们为了少打字 就不加 只是取了它这个名字 然后它的值是什么呢 中间用分号隔开 比方我们这只取一个名字叫CJ 这是属性的创建方式 那么它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另外一个成员的方法 方法的话跟属性一样 比方说一个方法叫做work 也取个名字 它的那个方法体的话呢 你就搞一个匿名函数 好 这样写了之后呢 你在这个大括号里面呢 就写一个自己方法的实现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上这样的东西 concert.log walking 好 这样 好 这是这个 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啊 对象里面的各个成员自己呢 我们用逗号分割 如果你要继续加继续逗号 然后就这样 啊名字 它的那个值 见值 见值就是这样一个 这种方式来创建对象 这就是对象的创建的方式 我们有了基层基础 其实这个地方很容易理解了 那么还有一点可能大家就是很少见的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我们要创建一个这样的对象 A级等于18 是不是这样 但是有时候我们都知道 如果这样写的话 别人就可以直接把A级 复为一个什么呢 复为一个-1 或者复一个200 这样就不太合理 是不是啊 那么它有一种属性的方式创建呢 创建的方式就比较特殊 它是这样创建的 比方我们再打个多号 A级 然后它有个get set的属性创建方式 比方说get A级 这个地方创建的方式呢 名字叫做A级 只不过是一种 它是一种函数式的创建方式 就是我们加法里面的get set 首先在这里有一个括号 因为它是个函数打个括号 然后一个大括号 然后接下来再一个逗号 把它分隔一下 setA级 当然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有一个参数了 这样弄 弄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getA级return有什么呢 return一个内部的一个属性 当然我们再加个下滑性呢 就代表说 这个东西呢 大家不要用 当然外面可以用啊 只是一个约定 所以以后你用到一些GIS酷尔 看到一种下滑性的方法 你就不要直接用它 这是这个我们就return这个类似 这个对象啊 指的是这个对象本身 把这个下滑性的A级呢 返回出去 get 然后set的话呢 就是这样 就是类似点下滑性A级 等于这里啊 函数的参数 好 这种首先方式呢 就很明显的 它的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是不是啊 它可以写逻辑 因为它是方法嘛 你就可以进行判断 比方说怎么判断呢 比方说我们在给它复制的时候 我们简单的判断一下啊 if vr 它的值如果是小于0 或者 比方说 现在人都活得比较长了 是吧 然后当150的时候呢 我们就 干一个这样的事情 跑出一个错误 throw new arrow 一个无效的 failure 啊 这样 跑出一个错误 其他情况下呢 我们就 比方说else的话呢 我们就写上它的复个字 啊 这是这个getset的方式 这是对象的一个创建 啊 这么创建完了之后呢 我们怎么访问它呢 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外面啊 concel.log o.name把它输出一下 好 然后concel 关键是a a节的话呢 我们我们都会在浏览器里面直接输啊 我们在这个浏览器里面测试一下 看一下name能不能输出来 哎 报了一个错啊 什么o没定义啊 我打错了 习惯性的取了一个名字叫p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 好吧 c节呢输出来了啊 那么重要的是我们的看那个age这一块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直接 因为你 你加下滑性并不代表不能访问的啊 所以在外面是可以访问 只不过还是要说了一个约定 大家尽量不要用 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说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还是那个问题啊 p.age 我们把它清空一下啊 干净点 p.age p.age 先看那个下滑性啊 age呢 是可以访问的 是18岁是不是 我们重要的是看get reset这种方式创建的属性 比方说我们首先给它复制一个值 等于30岁 然后我们把它读取出来 复制成功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对象里面的 用get set啊 比普通的属性 就是多了一个可以 变成一个函数的写法 可以多了一个业务逻辑的 写法在里面啊 这是这一个对象的一个 基本的访问 那么说到对象的访问的话呢 在GS里面的话 它有两种访问方式啊 第一种方式 除了用顶号了之后呢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用这个 P后面直接跟一个综合号 比方说在这里输入age 这是这一个 这就是也是一种访问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它这个字符串 因为属性 你创建属性的时候是字符串的 那么这个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我们家是创建一个啊 我们经常刚才报错的 我们就搞个恶务出来 你搞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是个数字是不是啊 一是个数字 它的值比方说我们给一个abc回车 然后你直接这样访问一的话呢 它就报错 它有什么呢 它是不不期望是个数字 也就是说那个对象里面的属性呢 是字符串那些的 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啊 那么碰到这种情况下 你根本就不能用这种顶的方式来访问 那么你就只能用 这样 来访问它 那这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种中国号访问方式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特殊名字啊 不符合规范的那种名字的话呢 一种用法以外 还有一种用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代码里面那个属性的名字呢 是从病量里面来的 或者在循环里面的等等这种东西 用中国号就比较合适 用是个病量的话 比方说我们定一个病量 一个pname等于1 这种方式 那你怎么写呢 哦点pname吗 那肯定不是的是不是 所以你就把它放到这里pname 然后这样访问呢 它也可以访问到ABC啊 首先如果用中国号的话 主要是用这种方式 这一定要掌握 因为也有也很有用啊 这是属性的两种访问方式 掌握了访问方式之后呢 如果碰到那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属性如果不存在 比方说我们刚才定义到O里面有个1 但是我们有没有A呢 没有 没有的话它是不会报错的 它只是返回一个undefined 就表示还没有这个定义这个属性 就是这个要知道 当然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属性的几年访问的问题 什么就是几年访问呢 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是不是 就是属性里面它再倾到属性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东西呢 再进行扩展 给它再加一个属性 比方叫做add address 那么address呢 它里面还搞一个属性 好这个里面呢 它也是个对象是不是 address它有一个对象 冒号隔开 这个大口号呢 是对象 那么我们就取一个 比方说home 它的家庭的地址 家庭 就这样写上 意思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它的公司的啊 office office 好 这样 这样就是倾到的一个属性 保存下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里怎么访问它的问题啊 刷新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啊 add address 然后点home 这个 这个就不是我现在要讲的问题 因为我既然基于 基于大家已经学过了 基于已经了解了阶层的话 这种东西应该大家都很熟了 那么有一个地方可能就是比较忽视的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address 你没有定义啊 可能为空 或者可能为undefined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home也可能为空的话呢 你怎么访问它呢 你就可以通常是接受这样一个并量的话呢 fair result 就等于你是不是有时要判断一下 比方说if啊 ifp 不为空的情况下 要干什么事情 然后p 有值了 它不是一个不为空的之后呢 你再 你再可能访问 才可以访问p.address 是不是啊 有种简单的技巧呢 就是这样 比方说p 这个p.address 然后继续p.address的 点home 这种方式呢 就是说中途任何一个地方为空 它就直接把这个resort 付为空 如果 没有的话呢 都是有值的啊 都不是为空对象 那么呢 它就会把这个home 值 付给这个resort 比方说我们再看一下 resort 输出一下 它也把家庭的那个值呢 输给它了啊 这是一种 技巧性的 写下来就比较简单 就像有点类似swift里面的可写链 一样的东西啊 C-sharp跟加法语言呢 是没有这种特性的啊 这时候呢 这是属性防御的一点啊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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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